古代牧羊犬叫探疾 探疾 你只是要粗狂一點 健康才會比較好 親戚就有催婚說 不養小朋友 養小狗就好啦 不喜歡小孩 養小狗比較快樂 我養古代牧羊犬第三隻 第三隻了 所以家裡還有其他隻 前面兩隻都走了 只是一直喜歡這個品種 養完古代牧羊犬就不會想個小孩 它就是小朋友的行為 就是你坐在椅子上 它就會跳到你腿上來坐在上面 它不會管它自己是小的還是大的 那你有讓它上那個寵物訓練的學校嗎 它沒什麼大問題 就是膽子小 膽子小大概也不是教得出來的 有一次它在路邊跟人家玩 結果後來人家那個雨傘這樣 蹬一下它馬上就溜了 就跑得要回家 然後人家以為說 傘有多到它其實沒有 差得很遠